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很多朋友为了提升生活质量 都会在室内养上几盆绿色盆栽 不仅可以使人心情愉悦 还可以进化室内空气 最近,有朋友咨询 自己样的吊蓝也出现了软塌塌的问题 叶子也弯下去了 别人的感觉只是要死了一样 这种情况应该是吊蓝缺钙了 由于钙元素可以促进植物的生长 还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加快生长速度 一旦缺钙,就会出现软塌塌的问题 那么,如何补钙呢? 方法一,将一粒钙片碾碎成粉状 均匀地撒在盆土边缘,然后埋土 钙粉在这样的环境中 就可以分解出吊蓝需要的钙元素及时补钙 方法二,将鲤蓝、钙片碾碎 按照1比800的比例用水稀释 然后直接给吊蓝浇水 一般每隔7天浇一次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 我们下期再见